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个星期的一周回顾 我是饶一鸣 四川阿坝州又有两名藏人自焚抗议 广东潮州上千村民抗议游行讨还土地 爱卫为起诉北京税务局非法行为 湖北荆州客车经营者霸运维权 长江三峡库区周边近十万居民面临迁移 河南省开封市出租车司机上街游行 宁夏爆发H5N1亚型禽流感疫情 四川成都杨马镇发生暴力拆迁 天津万人游行抗议新建化工厂 上海交大学生雷闯向中央各部提交申请 要求官员公布收入信息 印度发射烈火5型洲际导弹 世界各地华人举办方立之追思纪念活动 以上就是这个星期的一周回顾 我是饶一鸣 谢谢收看 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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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